漢朝一個酷吏叫張湯 我以前不是說過這個故事 司馬遷的酷吏列傳中 有記載一個叫張湯的人 就是漢武帝劉徹時的酷吏 這個人小時候已經是法律天才 很喜歡審案 天生喜歡審案 他小時候試過被他父親冤枉他 說他偷吃的東西 然後他沒有偷吃的 然後他就去找誰是真兇 原來被他捉到有隻老鼠 偷吃的 於是他捉住老鼠 捉住老鼠 就擺一輪做個模擬審訊 審那隻老鼠大膽的雕鼠 審他大膽 整個過程都做出來寫訟詞 審他 打他 然後把他處死 整個過程都被他父親看到 天才 於是就發現這個小孩喜歡審案 然後就培養他這方面 最後張湯果然做了一個審案方面的專家 但是這個很有問題 就是他為了打擊他的政敵 幫漢武帝做事 無所不用其極 他既然發明了歷史上 其中一條 我們都可以說 最過分的一條罪 就叫福非罪 福非罪 就是說 你表面上 你沒有做過任何事 你沒有說過任何事 得罪過皇上 但你心裏面不是這樣想 你心裏面罵人 心裏面這樣也不行 因為當時漢武帝 有個官員他不喜歡的 就是這個大師龍 叫顏義 他很清廉 但是就得罪了皇上 太正直這樣說話 結果 張湯就知道 漢武帝想動這個顏義 這個大師龍 於是 剛剛這個時候幫他 就說 調查顏義沒有做過什麼犯法的事 但是他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因為本身 顏義和他有仇 於是他就跟漢武帝說 顏義 雖然不入言 但是他福非 論死 他的心裏面 其實他是在罵人 所以就應該要判他死罪 而得到漢武帝的恩准 所以無緣無故 顏義就因為福非之罪被殺 這是諸心論 真是諸心論 雖然你沒有說過什麼 但是你眼睛一睛 代表你心裏面不是這樣想 你心裏面是在罵皇上 就是這樣意思 就是等同現在 從你種種跡象 你家裡的藏書 過去的言行 派過的單張 甚至你去的餐廳 黃定南去吃 就已經說你 你根本就是反革命 他首先判斷了你是不是 異見人士 判斷了你是反對者 於是他就會用各種方式去整治 即是你不是自己人 那個實際上 那個理由是什麼 其實不重要 最重要是他一開始把你 劃分了做對面的人 對 一旦給他歸類是對家的人 他就會用盡 無所不用其幾的方法搞你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香港那些官場的人 都要閒話兩句 因為主要我們今天的主題 想說國際不再恐同日能 我覺得這個話題 應該不會犯了國安法 香港的官員 其實真的不太了解中共 你明白 我剛才說了這麼多 就是不是你做了什麼會犯 而是他覺得你是他要針對的人 他就可以從你各樣東西去說你犯 即是你要 所以就算是我們講反 就算是不再恐同日 其實他都可以找到一些東西來冤枉我們 重點就是我剛才所說 中共會當你是自己人還是不是自己人 這個很重要 所以香港的做官員 你以為你擦北京鞋 就以為是做了自己人 對不起 北京說哪些是親密戰友 哪些是同志 同志不是說你立戀認就認 分得很清楚 是不是同志 是不是親密戰友 是不是可以拉攏的對象 還是不是同路人 還是同路人 還有你怎樣做些什麼 他都不會當你是自己人 所以有時候 是要分得很清楚 譬如那時候毛澤東 長征 跟他一起做長征那些 就真的是自己人 跟著那些 無緣無故在外面上海 來投靠井江山 來加入那些 後來被老毛搞到雞毛鴨 你以為投靠他 以為是自己人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香港的官員 其實真的要多了解 共產黨的施政邏輯 有時候你擦鞋 可能 不是很幫到你上位 所以都是奉勸那幾句 不過不要緊 這些不關我的事 香港特區官員 不看歷史 說回我們今天的主題 今天 5月17日 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就是國際不再恐同日 恐就是恐怕的恐 恐當然是說同性戀 當然是說同性戀 當然是說同性愛 沒錯 今天就是國際不再恐同日 當然前設就是 為什麼要恐懼這些同性戀 的朋友 的人 然後就無緣無故做了一個 國際不再恐同日 似乎阿倫 這個世界是否真的 很多人恐懼這些 恐懼這些同性戀的人 其實又不是說恐懼的 很多人其實是不喜歡 又不可以叫恐懼 有些是因為他們有偏見 而有歧視 是偏見 他們不是害怕的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恐同日這個名字 好像怪怪的 不一定要害怕 其實是指他們排斥 這樣解釋 本身那個 怎麼說呢 他又不是說同性戀 本身這個活動是想 想喚醒世人 關注對於同性戀 跨性別 雙性戀的恐懼 或者因為性傾向性別認同 而產生一切 在肉體上 精神上的暴力 或者不公平對待 希望都可以 減少 或者完全停止 我記得那時候 有些宗教組織 去搞一些訓練班 咬直 咬直運動 把你咬直 但是 這件事 又覺得很爭議 叫大家不要再恐同 就對了 但是近年 有很多 有趣的 平權事件 有些好像過分 又好像過了火 例如說 之前不是說的 跨性別的平權 有些去到 我們覺得 要再斟酌 例如說 跨性別的人士 他們報名參加 那些 運動會 對 運動會 究竟是當男 還是當女 然後 現在就好像 變得 就好像 咦 開放了 這樣 譬如說 跨性別的人士 可以是 報名是 女 然後 他自己說 是女 然後 生理上有優勢 而可以屈倒肌 對於 某些女性 反而是不公平的 會有這些情況 反而 這不一定是關於歧視 這就未必是關於歧視 但是 一般來說 叫大家關注 同性戀者 跨性別人士的權利 或者是 雙性戀者的權利 這個絕對 認同 我們可以用歷史角度 講一下 反而 傳統的 中國 是不是對 同性戀 很有歧視 反而 之前我們說過 其實以前 不算很有歧視 對同性戀 即是說古代 以前有很多 很出名的 關於同性戀者的故事 你也說過 斷咒 昏徒這兩個故事 斷咒和昏徒 很出名 斷咒 是說 東漢的漢哀帝 和董賢 說 他那個 愛 我想說 外妃 不是外妃 他愛人 董賢 摘著漢哀帝的衣袖 朝早起床 的時候 漢哀帝不忍心 嘈醒 嘈醒 於是 拿著剪刀 剪了自己的袖 然後 起床的時候 就不用影響到董賢 這個故事 看到他們的恩愛程度 不過這樣說 董賢 這個男人 這個大臣 是有老婆的 漢哀帝自己也有皇后 但是他們 那時候很流行 雙城 斷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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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昏徒故事之前也說過 春秋時期 衛國國軍衛寧宮 和黎子霞的故事 說黎子霞很英俊 然後 得到 衛寧宮的賞識 兩個同性戀人 然後 在這個 花園 有一次 就說 肚子 熟了 然後 黎子霞 摘了肚子 自己咬一口 然後 很棒 然後 拿來分給衛寧宮 衛寧宮 衛寧宮的反應是什麼 正常來說 你自己吃過 給我吃 怎麼搞的 但是他不會 因為大家是戀人 衛寧宮就說 愛我哉 他的反應是 原文是這樣 愛我哉 有這個好吃的東西 拿來 以淡寡人 來分給寡人 很開心 但是 好笑的在於什麼 這個就是 無論是 男同男也好 男同女也好 就是 一旦 大家 關係很好 當然 什麼都不介意 一旦 交疏 一旦 疏遠 一旦 反面 以前做過的所有親密的事 都當成 今天要翻舊帳 所以話說 之後的故事就說 尼子霞後來 色衰而愛慈 這個故事出自韓飛子 韓飛子的記載 他說 尼子霞 色衰而愛慈 即是說 他人老豬王 沒那麼漂亮 然後 他受到 衛寧宮的寵愛 自然就減少了 然後 衛寧宮翻舊帳 就說 他以前曾經有什麼 得罪過他 其中一個罪名 就說 他把食證的肚給他吃 嘩 這樣 但當日明明說 愛我災 但到最後 就說 你竟然將 食證的肚分給他吃 真是 大不敬 得罪他了 這些故事 我很久之前看過 那些 心理分析 那些科學雜誌 他都有講過類似這些故事 他就 提到問題 沒有答案的 為什麼一對 男女的戀人 為什麼 為什麼 會 做同一件事 但是隔了二十年之後 會有180度的看法 他舉了很多例子 譬如 當初 那個女生 為什麼會喜歡這個男士 嘩 他很有魅力 尤其他在辦公桌上 很專注 很專注 看著電腦 很專注工作 很事業型 嘩 這種男人 真的很有魅力 所以 那一刻 就吸引了我 之後就 相識 結婚了 他嫁了二十幾年之後 為什麼離婚 沒有啊 他又關注工作 工作狂來的 就是 同一件事 竟然是 二十年前 和二十年後 是有180度的改變 是的 因為人的要求不同了 其實這是藉口 主要是 你喜歡那個人 你喜歡那個人 他 柯督屎你也會覺得香一點 對 放個屁也會香一點 沒錯 如果你不喜歡他 就做什麼都是 睹眼睹鼻的 對 對 西方也有很多故事 譬如 那時候 希臘 古典時代 柏拉圖 蘇格拉底年代 那些 然後古羅馬 那些時代 老普林尼 那些年代 都有這些故事 不過他們很制度化 很奇怪 你知 古羅馬就說 成傳古希臘 古希臘 興南風 大家都知道 很正常的文化 在古希臘年代 女人的角色 是負責生而玉女的 因為 大家都是希臘公民 生一個後代 就擁有希臘公民的投票權 這是很政治的 爽的 凡顯下一代 就是女人的角色 要爽的話 肉體滿足 心靈滿足 那些真是柏拉圖外 那些真是玩同性 還有他們也很有制度 譬如 有些很有魅力的 很有知識的 知識 高級知識分子 總有很多人 慕名的 想跟他學習 想做他徒弟 十二三歲 就可能做他的學生 做學生 互惠互利 我教知識給你 這個世界沒有免費午餐 你懂得做 但是 他們又可以說 當你去到成年的時候 十八九歲 你就可以離開這個師父 但是 你在未離開這個師父之前 他要你做什麼 你都要做什麼 這個又互惠互利 我在你下面 學到我想學的知識 在肉體上 我又要滿足師父 如果用現代角度 搞私心戀 還要吃同性 這些是賣淫 變相賣淫 等於變相賣淫 這個是文化 古希臘文化 互惠互利 我們看古人 看古代歷史 又不適宜用太現代人的眼光 去審視 我們經常說 那時候他們的文化 跟我們不同 其實有很多地方都有類似 剛才你說古希臘 如果再具體一點 說斯巴達 那些很厲害 南風 因為他們整個風氣很勇武 還有長期整班男人 在軍營中 超大男人 通常這些 你都會看到 會有很多類情況 好像男校 不只是男校 女校 都會特別多這些 因為可能他們 沒什麼機會接觸異性 有句話叫什麼 衝軍三連 沒有豬菜雕蟬 意思就是 就算是豬扒 都頂得上 給得上雕蟬 因為你把要求降到很低 又反過來 有另一個理論 就是為什麼那些人 會願意當兵 根本是他喜歡男人 所以可以 日對夜 對著猛男 他寧願打仗 那就視乎 古代是精兵制 還是無兵制 精兵制是沒得選的 但是這些 總之 這麼多同性的人 放在一起 就很容易會出現 就算本身 他不是同性戀 也可能會慢慢 有這樣的傾向 也不奇怪 不奇怪 而且他們的文化 是接受這件事 包容到這件事 所以自然就會 覺得沒那麼大禁忌 以前中國古代 其實有段時間 都說很多這些 比如說 敏南一帶 應該說福建一帶 就是很流行 這個同性戀 例如明朝清朝的時間 所以他們那時候 不是說契哥契弟 契哥契弟 原來就是指 那些同性戀者 他們的契約 就是他們會 有一個好像 大家是情侶 就記住了對方 然後他就會 美其名結拜 做契哥契弟 其實大家知道 這個是類似包養關係 所以 我們不要亂 承認別人做契哥契弟 其實 在某個時期 某段歷史 是有其他含義的 D100有某位高層 我很喜歡叫人契弟 他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對這些文化 怎麼顧 還是他知道 所以其實有段時間 都很包容這些 反而是 不過現代 你說 對於 不說西方 以香港來說 為什麼對於 這個同性戀 那麼多 那麼多 反抗 其實我 很簡單 因為 其實它很擾亂 改變了現在的社會制度 這個社會制度 我括著是很公利的 譬如是 是不是申請公屋 是不是合同一起報稅 如果你說 政府開快車 開綠燈 容許同性戀 婚姻 然後 之後 可能是稅務 或者是 一對男的 或者一對女的 以家庭單位去 申請公屋 到時候 可能會有很多 那些 叫做 傳統家庭 一男一女 家有個小孩 去申請公屋 怎麼排隊呢 很多人會有 所謂的 紛爭 然後 如果你 合法 開綠燈 可以有同性家庭 那麼 同性家庭 要有小孩 那你會不會 一定的 同性家庭可以沒有小孩 就像外國 你容不容許去領養小孩 然後組成一個家庭 但是 家長就是一對男 或者一對女 如果一 認同這件事之後 我相信 特區政府的官員 是沒有智慧去處理 你不像西方 西方就是一個同性的家庭 可以讓你領養小孩 他有社工 有心理專家 原來這對男的 原來他很會照顧小孩 很懂得教學 同性的傾向 不會影響到小孩 很多這些研究 對嗎 這個我覺得 同性別 是沒有必然關係的 無論是 男和女 或者男和男 或者女和女 其實幾率差不多 好像之前那個 什麼 那對瘦父 那個禽瘦父母 約待過五歲 他們一男一女 但是 都是 不代表識教的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代表 一對同性戀者 他們一定會教得不好 我覺得沒有關係 這個 跟他們性別完全沒有關係